上航居然也有牛肉自助了 今天我和咸鱼金两个人来这边 给老板上一课 地豪广场 咸鱼金能不能吃黑本 不能 这里午餐是86 晚餐是96 先走去拿肉 看牛肉还是不错的 自己去拿 那边再切 肉已经拿了一桌了 咸鱼金来拿了一盘青菜 吃青菜怎么吃味道 吃青菜也能吃味道 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锅底都还没来 咸鱼已经饿得说要生吃牛肉了 来吧 给你们分享我的秘制粘料 蒜末芹菜 沙茶酱 生抽 还有蚝油 最后浇上一勺牛肉汤 刚才我一进店老板看到了 要在那边拍 他就问你是为了给我上课的 怪我好意思 兄弟们我们就不客气了 来吧 你多吃一点 那我不客气了 我用这个碟子上 我用这个碟子上 牛肉的香味是很明显的 这个牛肉看上去还是很过关的 我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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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 潮山牛肉之处是 越开越多 好像 好多地方都开始有了 但现在牛肉也是越来越贵 像我们这边一斤牛肉已经卖到50块钱了 我也不知道老板赚什么钱 谢谢 我还没吃完呢 牛肉可以吗 可以 我们这牛肉非常新鲜 牛肉很OK 我们今天刚刚弄过来的 都是新鲜 早上拿过来的 老板对牛肉很自信 这牛肉确实可以 那可行 这么新鲜的牛肉弄过来 我们不玩那些套路 我们讲 我们开这个店铺 不怕吃 就是我们喂吃 喂吃的我们就会吧 喂吃的我们就赚一点 然后一拉一下 看一样 有没有个别的 老板今天可能是赌输了 哈哈哈哈 他肥瘦箱面肉要崩下来做 那要多煮一下 有油的地方要多煮一下 他总结出经验来了 潮山牛肉 我觉得搭配的最好的一个 就是沙茶酱 微微的点味 沙茶的味道 不香 今天我觉得你吃的太斯文了 嗯 我都不是来上课 你是来听课的 哈哈哈哈 来 直接上筷子啊 直接上手我都不是问题 南方的天气太热了 吃的都出汗了 撸起羞子干 多拿点肉 看这个牛肉的品质确实是很ok的 你怎么会拿那么咸鱼的东西 拿着拿着 不要拿那个 我也不要 这种牛肉里面我们不建议吃这种牛肉 你有新鲜的不吃是吧 交给你了 你吃的 放了 谢谢 哎 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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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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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造了什么孽 你负责他我不得吃啊 牛都杀不过来你负责吃 你这样吃电脑是不是要涨工资的 哈哈 就把里面以为 里面以为这边抱着我的 吃肉速度有点快 吃肉速度有点快 看你饿的烫青菜 你回去我买个五斤青菜到你家 够你吃的 能打码吗 可以 哎呦 我们的上肉小哥 就去拿了不少肉过来 这如果去单点的话 一盘的话 基本上都是三十块钱左右 这一桌得多少钱 来 你先你先 那我就不客气了 每次都假正经的问一下 这种就有点箭子的感觉 这种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嗯 嗯 就是这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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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有个绝窍 吃之处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喝那些气泡水 喝矿球水 战斗力反备 谢谢 你好 你好 很好听客 看这种脂肪真的太漂亮了 好久没吃蜘蛛肠了 这种 3,5,3,4,5,0 丸子也好了 牛肉丸也是一个潮汕牛肉店里面很重要的一款 潮汕牛肉丸也是很出名的 味道还不错 我觉得不够脆不够韧性 好的牛肉丸那个弹性是非常足够 这只鲜鱼鲜还在吃青菜 好想揍他 吃青菜也能吃饭 现在青菜这么贵 家里都舍不得吃青菜 别说我假猩猩了 我是真心的 想让你多吃一点 你相信 辛苦了 卖你卖你 这小哥拿肉是真积极 谢谢谢谢 这个拿肉小哥开乐闹不显示的 这小肉是真好吃 这小肉是真好吃 没事不要说 别我吃这种都可以吃 呵呵呵 你烫牛肉吃多少 我无所谓那种炸鱼的东西烫下去 你不再不行烫点青菜 呵呵呵 一只咸鱼再嘲笑另外一只咸鱼 嗯 这只咸鱼就来个鲜的 嗯 都特别喜欢吃这个 嗯 继续下 继续下 那边有多少吃的 有没有跟清酒 没有清酒 桌上的酒喝掉 桌上的肉吃掉 这种豆苗很好吃 也来点豆苗 最近龙虾鲍鱼吃的太多 有点顶住了 很清新这个味道 马上就要吃完了 总共是50多盘 再吃点 吃点这个炒解解腻 这家店在上行 地豪时代广场的三楼 牛肉的质量还不错 锅底我觉得还差了一点 喜欢吃牛肉的朋友 可以过来打个卡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